背包环球旅行第二站 老挝我们来了 听很多人说 老挝很危险 不能来 容易被嘎腰子 我们的视频是每天一根 如果我超过了两天没有根视频 你们及时找我 现在是泰国时间早上六点钟 我们要准备出发 我们环球旅行的第二站老挝 好了 好了 收拾它吗 应该没丢吧 没有 我都撞包里了 那我们走天 因为我们要赶早半天 所以在机场附近住了一个酒店 住了一个酒店一百多 好便宜 主要是它这里离机场近 离机场的话呢 只有一公里左右 你看 住在这边呢 基本上就是干扫机的 这房间也空了 本来这边酒店的话呢 是有可以早上送机的 但是呢 我们的航班太早了 我们现在六点钟 但是它最早一八十七点钟 所以我们可能坐不上它那个车 我们咱们自己走到机场那边去 我现在还能亮呢 我们走过去大概要多长时间 十分钟吧 走去只要十分钟啊 那行 我们走快点 我们要在泰国第一次起那么早 也不是 你忘记了 我们上次去斯敏兰岛的时候 也起了那么闹 还没什么早 也是五六点钟的样子 可是我有一点担心我们这个行李 到处会不会超重 要不要我们买行李额 你看 人家走过去 因为我们 当时来的时候 买的是春秋航空的 反正我们两倍的这个 也就上飞机了 没管我们 也没让我们多买行李额 但是我们这次买的是亚航的 不知道亚航 会不会让我们买行李额 因为它规定的话呢 是 每个人有 七公斤的手机行李 我们这个肯定超过了七公斤 哎 好日子过完了 老欧节目寨 越南就没有这么好的路过 泰国还是挺舒服的 我感觉我们这一趟 刚开始有点不像穷游 有一点微微的穷游度假风了 关键是 到了一个地方没有 你自己喜欢逛个七十一的 对 我们在泰国的时候 基本上每天都要去好几次七十一 把它当家一样了 我的天哪 我的妈 这才六点钟 这么多人啊 原来 这怎么第2次来这边 对 哈哈 上次我们就是在军营买车机票上 飞不计的 就是没错 就是特地看了一下 最怕的就是它要我们将军营飞 希望 主要是这一次它没有自住的直击对吧 不然我们可以自住直击 然后就走了 终于进来了 还把我的买的小东西取好了 其实我觉得这边的免术店确实没有什么好买的 我就买了一瓶面霜 然后一个眼霜 哇塞 出太阳了 出 这鸡肠 看一眼 看你泰国的这个书 应该是泰国日出 走 我们是几号登机口 大家往前走 顺利登机 没有让我们临时买行李额 刚才就是上登机口的那一刻 我还在想 不会临时称重 要买行李额 但还好 都没有了 今天早上起得是太早了 等一下我要睡一觉 泰国在店 一个小时候我们老窝见 老窝更热 这鸡肠有哪个东西的宝 啊没睡着 老窝知道了 这也太快了 这一个小时 我们已经通过海关正式进入老窝了 欧利签非常的方便 填好表格 一张两寸的白领照片 然后20美金就可以了 我们先换20美金坐车吃饭 然后剩下的等到的市区再想办法 这汇率太低 一般像机场的汇率都不高 5万 5万 10万 20万 30万 7万 3万 33万啊 小时要是人民币该多好 33万人民币 20美元换了这么多 33万5780 第一次见还有5万的面额的币 5万啊这一张机 打车打个比亚迪 刚才中国车在特别怎么有机器 啊 主要是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换一个打车软件 这比亚迪什么车型 不知道 但是我们还现场搜一个打车软件 还好打到车了 在泰国的时候呢是右舵驾驶 然后到了老窝就变成了左舵驾驶 感觉这个时候多 很久了 看见没有 嗯 很小 而且从机场到市区只要三四公里 十几分 像我们那个县纸一票 那不够很小 我几乎没有跟他们都搬了搭车 我也没有 基本上都是这种两三层的小楼房 那自己的搭 哦好谢谢 我没有一片贴的 看看老窝市中心一百块钱的酒店 是什么样子 哦呦 不是看壳片还挺好的吗 哦呦 天呐 大感觉 这应该是我们住的最差不多一个酒店 这片呢我看照片多少钱 这他照片是崭新的呢 当时我没来之前觉得市中心一百块钱好便宜 来到过后发现我们进的这是什么酒店了 就是看网上的图片很漂亮 来到过后发现这个间比我们的招待所的要差了 你们看一个这个房间啊就很旧很旧 这个地还反潮 到处都是水汽 我来看一下这个厕所 哎呦我的妈呀小时你看这你定的几个遍 我看照片很好的你知道吗 我刚才看了一下 你刚才看到他那网上照片了吗 对啊很干净啊 而且我看到是2023年新装修的 这是重新翻新过的 这他也不像翻新过的呀 而且他那照片显示二十几平 这哪有二十几平啊 十几平都没有 没有 而且你看就是什么 好原始的电池上 而且我老觉得这里面有一股味道 可能是这个反潮的那个潮气 来外上的第一天就这么不顺利 120度的一个这样的酒店 而且还不能退 你看那个墙皮都掉了 而且这个房间里面主要是充实一股霉味 我感觉在里面睡得睡不着觉 就是我们在泰国的时候 120度的肯定不止这样子 都是那种干干净净的 不管了 既来这次安置 既然我们选择了它 那就租两天吧 主要是呢 老窝也是我们小时两个人第一次来 对这里呢 充满了好奇跟未知 接下来呢 再来跟我们的镜头 一探索一下老窝吧